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狼来了破底大摔毁 真的假的 今天盘情实在太刺激 尾盘大涨了350点 然后整个高低好像差多少 403点的样子 OK 今天早上10点 今天早上真的是很忙 但是忙到11点之后就没事了 早上10点我传这个LINE 所以大家记得要加我官方LINE 记得跟我贴图留言互动 抢先收到通知 然后盘氏提醒我今天讲什么 我说早盘 台股人在破底的位阶多空交战 然后金元族群 货柜三雄 人有守住多头的企图 是今天的观察重点 结果今天真的 就从金元开始发动 然后整个电子族群一路带上去 然后赤族群 我特别提到网通 镜头相对强势 车用族群是个股表现 不过当然今天镜头非常强 大力光来拉涨停 所以镜头这一块非常强势 然后当然网通包含我们之前一直注意的宇治 都表现不错 车用族群也拉上来 忽略也涨停 对 然后车用族群也还是大部分都表现不错 但是其实重点 其实今天我早上的这个盘氏提醒比较短 比较短原因是什么 因为太急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要发动了 所以我赶快发出去 因为平常我大概写都比较长 对不对 所以我最后一段写什么 今天期货分时成交量相对较大 所以我就觉得怪怪的 在低档看起来要破不破 要破不破 结果量是在累积 然后所以我就特别提到 我很少在这个赖上面提到期货 对不对 所以我说那个分时成交量相对较大 会否行程破底番 真的人来了 呼应今天的主题 结果真的人来了 所以你看10点我发这个讯息 10点之后是不是就开始一路急拉 所以这个也不错 真的也恭喜那个昨天打电话进来 赶快加入会员的 今天早上就马上爽到 所以看电子组讯能不能续墙 今天早上10点 我提醒的部分就是这样 就后来是不是电子就开始一路发动 但是其实我昨天 我们在Linda News我就讲 其实我就说底部靠近了 不要过度恐慌 真的不要过度恐慌 所以你看今天马上就来一个大甩尾 对不对 来我们看 早上我看到什么 其实早上我普通会员 9点48分的时候我传 我还说在底部附近还是要小心 但是我传完之后马上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我电脑其实这也是一个技巧 就是我电脑上面我都会设重要价位 所以台积电突破早上 这个价位我记得没错是444块 444 这个价位 结果我传完之后就突破了 你看 所以你看我就12分钟 我赶快写新的line 然后还要带特别会员进场 你看真的早上那个超感像打仗一样 但是当然 我们一路看 就这里突破了 然后看当时的磐石 奇怪晶圆都很强 10点这条线就10点的位置 就是我发出去那个line的位置 就你看是不是发完就上去 所以台线今天真的很强 今天真的非常强 这是分线 1分钟线 来你看立即点 一样 它是10点整正式发动 拉一根上去 然后就上去了 但是你看这里是不是维持一个底部的位置 是不是也是底部突破 10点钟突破 所以一样 这就是我一直在教大家的那个交易技巧 其实真的是这样 你不要 但是当然我知道很多会员 因为都有跟我交流 我知道大家都开始一直在用 一直想要用 但是其实 这个部分 一直继续用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会有个盲点 就是方向 有时候你选方向会有问题 所以当然你 这个是培养 这是需要经验的 所以你可以搭配我的line 搭配我line上面提醒的讯息 因为会员简讯我会尽量短 但是在那个line的部分 我也会把会员的排序排到前面 所以你们都是要监着看 你们都要看 来你看再来连点2303 你看这个位阶拉过来 他是不是也是10点之后就突破 突破啊 回撤一下 啪就拉出去 所以早上你收到我的line之后 你几乎是设飞标 随便设一档电子股就中了 对不对 几乎就是这样 来 这前几天 来我们一直提到的 要注意的 前天吧 ABF三雄 你看早上拉下来 再破底 再跟你破一下 这根本就是主力在整人 甩轿把散户甩掉 你看一个W底行程 这里上来 这里突破10点后 所以你收到讯息10点后 你去买星星 因为也有同学回复说他有去买星星 那你真的也是爽到 一张这样子多少钱 到最高价 160 收盘165 也没有多少钱 然后其实也没有很多 来南电 来一样 这里是不是W底成行 这边10点之后 是不是也是持续拉 其实W底成行 往ABF三雄是不是都这样 W底成行就拉上去 南电 W底成行拉上去 景硕 W底成行 景线化出来 拉上去 所以其实这样 真的就是技术分析 就是这样 当然我自己有做的是这一档 我在特别会员做的是这一档 因为10点的位置 其实W底成行 然后他还整理 为什么会选这一档 当然第一个 除了我一直都有关注他 我们节目上我一直都有讲 中高价SE设计族群 我是几乎每次提到这族群都有他 但是他在这里面 是相对比较低价的 因为我还是会帮会员 做一些价格的区分 所以普通会员我大概会买百元以下的 然后特别会员 我也是希望尽量在200元以下 或者300元以下 因为我是希望可以分散一点 不要一档压个千金股 对不对 一档压100万 有点太夸张了 所以我大概会压那个200 200到300以下 特别会员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部分你看 来 所以我看到那个状况讯息发出去 他是不是在这里发动 所以今天其实进场点 我抠的讯息是抠165 但这个位置 这个价位 今天早上的高价的位置是164 但是今天也很神奇 所以新同学有在问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今天挂架挂175 我挂175出去 所以一张大概赚10块 一张赚1万块 所以真的 昨天打电话进来 今天就兑现了 还蛮运气还不错 运气还不错 当然这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子挂 当然第一个 这是盘感 盘感加运气 这一点 但这个没办法讲 但是 这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技巧是什么 来 今天的176.5是涨停价 今天其实 当然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整个族群在发动 我是比较安心的 因为整个看起来 大家都在动 所以我就不怕 所以没什么好怕的 不过当然我每次进场 我都是设好停损 所以当然这里 165之后有拉回 但拉回其实也不会触及停损 因为根本就拉回一点点而已 然后就上去 那为什么我会挂175 这直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在这种状况 通常我不会挂涨停 因为涨停 第一个我不觉得它涨停会锁 因为它毕竟它是量够大的股票 所以我是猜它不会锁涨停 但是你说为什么不挂176 挂176也成交 所以 我是大概拉回到三档 所以176.5我拉回三档 我挂175 就这里瞬间拉上去怕就成交了 不过当然 那个尾盘有助理跟我讲 有些人是卖一半 我觉得卖一半也没有问题 卖一半确实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这里没有全卖的话 到后面也没有拉下了 没有回头 所以它后面能不能延续 我觉得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其实一样 就是我们一路在讲的操作策略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知道怎么停损 砍一半 另外一半再说 你不知道怎么出场 出一半 另外一半再说 这样子你心里都很安定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出场技巧 这是跟心理学有关的出场技巧 所以今天真的 那个心境的非常恭喜 不过当然特别会员也不错 然后当然那个普通会员的部分 因为我昨天选的股票 我是避免大盘的风险 所以我选的偏不是电子族群以外的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行情 我认为会轮动 所以不用急 那如果明天反弹行情延续的话 我靠近尾盘也发给朋友 会有一个讯息 就是如果没有行情延续 我会再进场 所以不用担心 OK 大家记得YouTube订阅展哥讲股 每天下半10分钟掌握最新行情 记得下方帮我订阅 按赞 按赞订阅加分享 所以500订阅快到了 所以500订阅直接开牌 那如果刚好搭配这波行情 那搞不好大家都有机会 看影片的观众 也可以一起来赚钱 来好几天没有讲大盘了 因为前面几天真的没什么好讲 但是OK 现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我们过去的是不是都讲 五日线是多空分水岭 就今天你看 一个低档 昨天还收一根长黑 今天还开小高之后 还破底 破底再翻上来 你看来这边破底 对不对 然后这一天破底翻上来 也破底翻 就昨天再跟你破下去 就今天又破底又翻上来 所以今天刚刚十点 我说是不是狼来了 这一次是不是真的狼来了 结果还真的是 因为早上的行情 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上行情速度非常之快 因为我那个后面 所有的出调之后 我也没什么事 所以跟一些会员 有在line上面 有稍微聊天一下 我今天的行情 我不认为赏户跟得上 客观来讲 我不认为赏户跟得上 今天包含双红还杀下去 昨天破底完 今天再往下杀 就今天拉上来快要涨停 这种行情就是甩轿 以我的经验 主观来看 我认为就是甩轿 所以这一步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没关系我们也不用拆 因为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看影片的观众 我们就拿五日线 我们不要看主观的 那些盘感的事情 先丢一边 这个是需要 今年累月的经验培养 但是 我相信他不会 今天你不会自己做 不会自己跟上 但是你没跟上的 没有没有机会 他只要大盘能守住五日线 我觉得机会都还是存在的 OK 因为五日线 我们之前讲过 扣底的位置在这里了 今天扣底在这里 所以明天 如果还是能在这边附近 五日线还会怎么样 还会弯头向上 所以有没有可能形成反弹行情 确实是有可能 而且这一波 这一波是破底完 一路急跌 所以急跌必有急涨 这几率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部分 有没有可能啪啪啪啪啪就上去 所以帮大家抓压力 我抓在这里 月线的位置 然后跟那个6月23号的低点 15102 这个位阶 因为月线还扣底在上面 所以月线会往下走 所以我大概抓这个位置 那10线当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尊重一下 但是我觉得重点可能会看这里 但是我们不要一下想得太远 不要一下想得太远 我们就是五日线能站得稳 我认为肋骨就会开始轮动 因为今天我早盘在赖上面提到族群 今天航运没有动 今天航运只是手而已 因为航运也是全职股 所以今天全职股从台积电带动之后 晶圆带到电子族群 车用这些一路带上来 然后包含光学 这些次族群 但是你看货柜没有动 所以货柜有没有可能动 有 那电子族群以外的族群 有没有可能动 我觉得也有 所以接下来行情 可能就会比较开始肋骨轮动 不见得会急涨 但是如果守住的话 我觉得肋骨轮动的机会是有的 OK 但是我们还是要风险提示一下 来 这一波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在6月16号 这一天我们全部出场 然后这里有做短线 这里破底又出场 对不对 然后这里短线有稍微小转一下 但是你看 这一波每次要形成反弹 站上五日线的时候就跌破 这里也站上跌破 这里也站上两天跌破 这里站上 如果跌破还是要小心 如果跌破 还是要小心 也是不要抱抱侥幸心理 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主观来看 我觉得这一次站上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靠近我觉得相对底部 我昨天在令他那里有时候讲 我认为 其实昨天那个普通会员的讯息我也有讲 会员信息我也都有讲 其实我认为13805吧 没记错的话 那个是我用那个布朗理论 我觉得跌幅满足点 可能会落在那个位阶 那其实这里也蛮靠近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是真的 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就注意 但是不用想太多 就守无日线 所以你在看股票的时候 你也是盯着大盘看 我们在看影片的同学们 大概是这样 给大家盯你 来 这部分台积电 台积电这里站上无日线 它其实你看 一样无日线都跌 无日线站上跌破 站上跌破 那今天有一个低档 有一个残虹 很明显 今天这个台积电来讲 算是一个大涨的局面 涨了5%多 这里大涨完又怎么样 站上无日线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早盘 我特别 在赖上面讲金元族群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台积电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当然在星星 前几天我们也在讲 这一天我就要讲 前天的事情 站上无日线 但昨天跌破 但今天跳空站上来之后 回撤一下又站回来 所以他也站回无日线 而且怎么样 没有破底 没有破底 当然他上面就面对 这个整理的压力 有没有可能站回来 有一个会员 在跟我聊这件事情 这个位阶 我会抓这个这个点 大概156.5 今天刚好收156.5 所以是收在这个箱形的临界点 所以明天如果站回 那个156.5以上 就会回到前面 这个箱形的区间 所以这一段 等于就 不能讲假跌破 但这一段的跌破 等于是如果站回去 又回到这个前面 这个箱形的位置 这也是可以注意的 因为我之前就讲 我觉得那个ABF三雄 我们在这个位阶能不能注意 是不是有足底的迹象 这个地方可以注意 这里刚好又是站回无日线 这个大家特别提醒一下 当然南电 南电也是嘛 今天也站回无日线 然后收红 这一波几乎一路下来 都是一路收黑 收黑 那今天难得收红 而且这一段 你看这里是不是凹动量 在低档的位阶量开始堆叠上来 堆叠上来什么意思 在低档谁接 会是产户接吗 我认为几率很低 所以在这里 有没有可能真的足底 很简单 也不要想太多 无日线 游手 足底的机会就高 就比较高 大概是这样看 所以后面 这个你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 来景硕也一样 今天真的景硕就要破底翻了 他真的开高就破底 翻上来又站回无日线 又站回无日线收涨5.1% 所以ABF三雄 在这个阶段都站回无日线 都破底翻站回无日线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今天几月几号 7月7号 来今天礼拜四 礼拜五 然后下礼拜一几号 来下礼拜一就7月11号 换句话讲 6月营收要公布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今天台股表态 那是不是代表6月营收 台股的上市柜公司 可能它的营收表现是不错的 OK所以 接下来7月的行情 我们就可以注意6月营收表现不错的个股 开始回头来捞这个 又回到基本面了 所以你看空头趁基本面还没公布的时候 赶快杀杀杀杀杀 杀到基本面公布前多头开始反攻 有没有可能延续多头气势 就看我们的那个营收出现的状况 因为今天包含连电也出 它营收 一样创新高 今天有很多营收都是好消息的 所以这大家持续注意 这个时间点就要注意营收的讯息 来那当然资源 资源的状况一样 今天也是破底 破到157 就反头拉上来 拉上来 也是站回无日线 也是一个低档有量的状况 所以大家注意 今天这个位阶 今天这个大甩尾的位置 如果能守住 然后守住五日线 守住五日线就算强 继续反弹 如果低档的守住 我们在这里 还是会形成一个 那个主体的格局 所以这个位阶 是不是靠近低档 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个机会 所以最后 再讲个小提示 你今天敢买吗 你今天敢买吗 你想想看 如果不敢 行情就是来真的 因为坦白说 今天包含特别会员这一边 很多助理就说 不敢买不敢 你就听老师赶快买 真的有会员是不敢买的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散户同学是不敢买 不过包含有一些 普通会员跟我在聊 他说昨天看英大news 今天就进场去买鸿海 好像赚了一块 好像赚了一块 一块还一块我忘记了 OK 所以啊 如果你不敢买 行情就是来真的 大家记得 所以这一步会不会是我们一个 接下来的机会 我觉得 没关系我们就边走边看 OK 所以昨天来电今天兑现 所以恭喜新进的会员 来 当然也欢迎持续来加入 持续打电话来询问 0800370888 然后今天电子股大甩尾 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就边走边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希望这一波 我也很希望反弹成真 OK 今天到这里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